这里是冒险岛世界 冒险家们在这个世界的各个角落探险 他们所属的冒险家联盟和圣地女皇西纳斯 及其麾下的骑士团 正在竭尽全力阻止黑魔法师实施毁灭世界的计划 而涌动的暗流之下 在世界的某一处 出现了一位注定不凡的冒险家 他在朋友们的关爱下过着频繁的生活 但直觉告诉他 踏上冒险之路的时候到了 你知不知道别走 你也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知不知道 你的首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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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你在那里做什么 什么梦 就像冒险一样 也许是因为在自己冒险家祝福的树上睡午觉 所以才会做那种梦 你不想成为冒险家吗 那你已经是冒险家了 只要有这份心 就证明你有资格成为冒险家 不是吗 其他朋友一定也是这么想的 小心点 小心 你没事吧 来 喝点恢复药 好像撞到头了 该不会又失忆了吧 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 还认得我吗 真的吗 还记得我们一起修炼的事情吗 太好了 我本来可以接住你的 要什么要躲开呀 没事了 你也知道 我的力气很大的 我得先走了 我说我爱你 我爱你 你也知道我都看到这种词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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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词曲 杨茜 奥利维亚一直缠着我 你能帮我拦住他吗 拜托了 伦多 你就让我摸一条你冒着你的头饰吧 你也很和气吧 奥利维亚你干嘛 快把手拿开 帽子 我的帽子 我只是想摘掉帽子 谁知道被风吹走了 文多对不起 跑那么快 结果我不敢追 给我等着 别看了 奥里维亚都走远了 我没有阻止他 你也有责任 所以快帮我把帽子找回来 他好像被吹到右边去了 唉 这样回去也太丢人了 我先躲在这里等你吧 好 抱歉 你是在找帽子吗 如果你能回答我的问题 我就告诉你帽子在哪里 怎么样 没关系 只要如实回答就行了 只要如实回答就行了 首先 请问你的尊心大名 你见过西纳苏女皇吗 那你知道 黑魔法师的军团长 或黑色之翼的成员吗 冒险到世界 竟然还有人不知道这些 真神奇 冒险到世界 最后一个问题 你知道梦之碎片吗 不知道就算了 看来你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刚才确实有帽子飞过来 被我捡到了 快拿去给你的朋友吧 怎么才回来 还以为你去重新做了一点呢 谢谢了 我得赶紧把耳朵捉起来 你可要听我保密啊 尤其是不能告乎奥利维亚 对了 刚才提斯来找我们 因为没戴帽子 所以我没出来 怎么偏偏这时候来 不过听到提斯说 好像是修家出事了 什么 你说耳朵大 是不是更方便偷听 这种事就不要说了 总之 快去见朋友们吧 修家和提斯 现在应该在彩虹村 我速度快 先去那里等你 好 不好了 彩虹岛上出现了危险的入侵者 我能感觉到那些人就在附近 看来又出大事了 公署中蕴还有冒险岛世界的精神 修家是女神的分身 所以能感知到岛上的异常气息 大家更紧一点 铁离我太远 我会保护你们的 对了 你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 也是修家最先发现的吧 当时真的吓了我一跳呢 是的 彩虹岛是冒险家们的岛屿 但他身上的气息一种不同 所以我一下子就察觉到了 当时你昏迷不醒 我们几个就轮流照顾你 后来你好不容易醒过来 却什么都不记得了 最后修家只好给你起了个名字 喂喂 现在可不是回忆往事 说肉麻话的时候啊 冒险到世界中最和平的岛屿上 出现了入侵者 我们却连对方的身份都没摸起了 绝对不能大爷 奥里维亚没有和你们在一起吗 别在我面前提她的名字 哈哈 你们又吵架了 现在我们必须把岛上有危险入侵者的消息 告诉奥里维亚 大家分头去找吧 修家负责西边 伦多负责南边 我去北边 你就去东边找奥里维亚吧 你只往冒险家修炼场走就行了 明白吗 哎呀 请抱我一下 什么意思 我一直很有礼貌啊 难道我平时对大家很不客气吗 算了 你听我说 刚才我被一群蒙着黑头巾的人洗击了 他们突然跑过来问我一堆奇怪的问题 还问我认不认识你 我就说我是你的朋友 你快要 他们突然就攻击我了 为了躲开那些怪人 我逃到的时候 我小心造大的绿水灵 扭伤了脚拔 你能帮忙 她们又围着那些绿水灵清理掉吗 我想接着你的 我看便宜的 走 走 总算安心一点了 那些怪人应该还在附近 我们快走吧 要是继续留在这里 又会发生什么事 说什么傻话 修家又不是女神 她只是个分身 你觉得她能对付那些人 就算我们加在一起 也不是他们的对手吧 还是赶紧离开吧 往右边走就是马头 趁他们还没发现你 赶紧坐穿离开吧 我跟你一起 嗯 呐 我 虽然刚才有点混乱 但是我没有看错 这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那就不要浪费时间了 抱歉 你必须去见一个人 所以现在得跟我们走一趟 袭击你的朋友 我不太清楚你的意思 但现在时间紧迫 有什么事之后再说吧 你先和我们一起 没时间了 你不配合 我们只能失礼了 抱歉 之后再向你解释 住手 不许碰他 奥利维亚已经把情况告诉我了 这些人交给我吧 你快上团 放心 我没那么笨 我先拖住他们 等你上团我就开溜 不会和他们硬碰硬 之前你帮我找回了帽子 这次就算怀你人情了 你坐那艘船去精英岛 到明珠港号 记得找个信得过的人来帮你 快 船要开了 我会去找你的 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朋友 站住 你们要干嘛 想欺负我的朋友 除非先打倒我 可不啊 愚蠢的家伙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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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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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吧 我给你介绍一位情报商人 特鲁大叔就在明珠港码头附近 但我不能陪你过去 我可以给你写一封信 你再寄给他就行了 他是位非常厉害的情报商人 一定可以帮到你 我和朋友以后再想想其他办法的 欢迎光临 是来购买情报的吗 这是李宗盛的心 她不是刚来过吗 怎么又写信了 等等我先看一下 难来如此 只要帮你打听一下朋友们社会安全就行了 对吧 看在李宗盛的份上 这次就不收你费用了 老实说我还有些抱歉呢 你一定是没法拒绝李宗才来找我的吧 那孩子喜欢打抱不平 就得热心过头了 不过被封印在兵中几百年的战神阿兰 也是因为他才恢复了记忆和能力 所以弟弟说的话才是有一定道理的 仔细想想 那孩子的哥哥也是这种性格 可能这就是所谓的家族遗传吧 不管怎样 就当做是一个特别的亲密吧 其话你别介意啊 好了 言归正传 把你朋友们的名字告诉我 我马上去处理 不过收集情报需要点时间 希望你能理解 彩虹岛出现入侵者 与居民们展开了激烈的战斗 和今天收到的情报差不多 据说居民们都平安无事 有两个人还因此来了明珠港 那些入侵者好像已经离开了 在明珠港没有发现他们的身影 听说是在明珠港外围 他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你快去看看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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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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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